以前险些被冻死,大概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,且以前天冷的时候,经常感染风寒,歇寒入侵。 险些被冻死,这事儿她从没听阿瑶提起过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? 十三岁那年冬天,温太医,我的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? 从脉象上看,顾夫人长期思虑过重,导致干预气质,气血不足,且体内寒气重,包宫寒冷,血淤凝结,气血不通。 鱼急于包宫内,这便致使月室气腹痛,也会使月室不调。 这严重吗? 严重?这种情况,除了能导致月室气腹痛难忍,还会导致不孕。 孟锦瑶听罢,暗自松了一口气,夫君身体不行,他们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,他能不能生育也没事,这样他心理压力也小一些。 温太医,我这样能不能治好? 能,不过顾夫人这问题比较严重,需要坚持调理才行。 哎哟,我先去送一送温太医,等会儿就回来。 夫君去吧。 侯爷,方才在魏瑞萱,下官也可以为你诊脉,难道尊夫人还不知道你在治疗这方面的事情? 下官懂,下官都懂。 温太医,你在想什么? 侯爷,下官先给你把脉。 侯爷,那些药你吃了可有什么反应? 闻言,顾景熙没有回话,只给了个眼神让他自个儿体会。 侯爷莫及,当初你半途而废,若是肆意挥霍身体,现在可能就治不了了。 但你这些年来,注意养生,身体养得不错,要治好还是没问题的。 只是要坚持服药,先前就跟你说过的,需要服药一两年的时间才行。 现在没反应也正常,再坚持几个月或许就有了。 侯爷啊,下官觉得你也不能止服药,或许需要一点刺激才行,这样有利于病情康复。 什么刺激? 侯爷,你已成婚是有气势的人,至于什么刺激,应该不必下官细说了吧。 侯爷,这是下官特意为你准备的良药之一,原本想着找个时间得空就给侯爷,今日刚好要来侯府就带了过来。 你和尊夫人不妨试一试。 随意翻了一下,当看到上面的内容时,她脸色顺时变得微妙起来,啪的一声和尚书。 侯爷莫要小瞧了她,用过的人都说好。